今次亦都会准备会录一首 全新版本的《留住我爸》 送给大家的作为一个2020年版本的 希望到时大家留意一下 这个show 叫做《Rainbow after rain》 这个主题就是雨后的彩虹 音乐的彩虹 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多一点的正能量 向着美好的方向进发 今次真的很开心 可以去到一个新的地方跟大家见面 这个地方也是很想介绍给大家的 就是西九的一个叫做戏曲中心 你听这个名字就会觉得 好像跟这个流行音乐没什么关系 是啊 因为我是第一个在这个戏曲中心 做一个流行的音乐表演 一向都是做粤剧之类的文化表演 但这个show 真是一个香港很新的场地 另外呢 进去看 就会觉得这个很华丽 很堂皇 直接是一个很不同的场地 其实我们希望就是想 因为我们以前做开太极的show 都是红馆 或者是 大多数都是这些大的场馆 希望想带给观众 一些新的景象 找到这个地方 另外呢 其实呢 8月就是在戏曲中心 就是我自己的个人show 另外12月呢 就是太极的show 就是在这个西九文化中心户外的场地 那也是一个 我们来说呢 如果太极来说 是第一次自己的show 在户外和大家见面的 也都是很想给大家一个新的面貌 我们是希望做到一个 好像一个音乐节的形式 那由下午开始 已经有不同的band 在台上不停地表演的了 那大家都可以在那里享受一个 除了整个下午之外 夜晚呢 由我们出来和大家见面 那是一个很好玩的音乐节 这个8月的show 在我自己来说 因为 基本上呢 我还没做过一个自己 单飞 担正 担起大旗的show 所以呢 在选曲方面呢 都是挺头痛的 所以呢 我之前也拍了一条片 叫大家 给一些意见 我想听我唱什么歌 或者 除了唱歌之外 你想我做什么给你看 那我也希望 就是 认识我多一点 不是在太极里面的雷有暉 而是太极之前的雷有暉 又是怎样的呢 如果有些朋友真是 认识我久一点的呢 应该都会知道呢 我除了太极之外 之前呢 有一对文歌组合 叫Trinity 主要是唱一些文歌 或者是 一些多些和音的曲风的歌 那这些都是我一些 未是太极的时候 一些早期的音乐历程 那其实都想是 将这一面的 比较少人的认识的我呢 介绍给大家听 所以呢 所以呢 其实在当晚的选曲里面呢 会是 少些太极的歌 因为留下 年底才和大家见面 所以呢 都会唱很多 是人家的歌啦 或者是我小时候 喜欢的偶像的歌啦 那希望也都可以给大家 一起经历回这个 我小时候的音乐旅程 那样的 在这个show里面呢 除了我之外呢 那当然会有 乐队啦 那乐队的成员方面呢 那当然是 不少得Joey Tank放手啦 Joey Tank就帮我 是负责当晚的音乐总监啦 那其实另外还有些 很厉害的乐手的 那我很高兴呢 也都情商了我的 好朋友 有大师级的钢琴 作曲 监制 是的 也是校长来的 他是吴乐成先生 是啦 Ronald帮我弹 当晚的所有的钢琴啦 也都 是的 他很少 很少答应别人 就是在show里帮人弹琴的 这次真是 多谢他啦 那另外也都 会有 Trinity的成员啦 那也都会上来 帮我们重温回Trinity 以前的一些片段啦 那希望带回给大家 一些很漂亮的回忆啊 就是这样啦 那另外一些 就是譬如 嘉宾方面呢 那当然是暂时呢 不会透露啦 哈哈 那希望呢 到时会给个 惊喜大家啦 留着我吧 留着我好眼